的黄绿色 每年大约有300万游客 往黄石国家公园 往湾泉内投振硬币的游客 不计其数 据黄石公园工作人员称 他们每年都要清理湾泉内的大批硬币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 湾泉的水质 开始逐渐改变 张家成水质的变化 是由于微生物引起的 该湾泉曾呈现蓝色 现在该湾泉旁边已经立起牌子 提醒游客 不要继续破坏环境的行为 新知传媒整理报道